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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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鸡 鸡 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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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只狗它的名字叫平平 这是被一个小姑娘这样的 小姑娘拿出来的是压岁钱 看到妈妈一直在鼓励她做这件事 平平非常敏感 它是所有的小狗当中 就是紧急性最强的 每当犬舍里面一来人 它可能是第一个先叫 对于非常敏感的狗 如果跟它相处的方式 如果不对的话 很有可能出现咬人的行为 为什么 因为他们的胆怯 是下意识的会去 进行反击 它不是攻击 它是反击 在它反击的同时 如果人类非常胖 反正咬人的情况就必须严重 所以针对这种敏感的狗呢 要强势 并且太多要坚决 强势并不代表不要报名 你不能打它 如果你打它 你会让你们之间的关系 也越来越来紧张 它就更加不信任你 它的像是否则 它是从来交参石 它就更加不舐行 所以它是不舐行 如果看到这道路 结构 wurde袋子 她的毛太长了 它屁股后面粘了很多粟变 把毛给它剪一下 太扯了这毛 也不知道Melo有什么品种的基因 它的毛都显得特别长 跟小狮子似的 小狮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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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给毛毛系老师是最费劲的 因为它是反抗特别严重的 最早给它洗澡的时候 它咬人 尤其是吹风的时候 以前毛毛洗澡的时候是咬人的 尤其是吹毛的时候 尤其是把佼佼的胳膊也要烧 同样的需要把它们高门位置的毛剪一下 因为每次排便的时候有可能粘倒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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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于这种有行为问题的狗 我们 最欣慰的是什么 就是 通过我们的努力 这只狗子的行为得到了改善 能看到成果 这就是我们最大的行为 如果一只狗 它一开始没有很好的行为 经常咬人 护尸 然后又没有一个正确的方法去训练它 它这种恶劣的行为会越来越严重的 毛毛最早来我这的时候 它就出现过咬人的行为 尤其是吸倒的时候都特别的排斥 不过现在好多了 今天虽然说洗的过程中很排斥 但是吹风的过程中呢 还是比较配合的 不像以前那么就是非常非常敏感去抵触 上一次我也提到了 以后我们可以任养可以领养的狗狗 都会放到我们的网站当中 什么是任养呢 就是自己没有这个空间还有时间去养 然后呢 给某一只小狗每月打几百块钱生活费 OK 这就是一种任养的方式 当然了 如果大家没有人去任养它 我们也会照样的好好照顾它 而可以领养的狗啊 就是我们的犬式当中 不能再进行反育的或者是退役的犬种 都可以进行领养 领养的时候呢 是我们的老客户有优先权 就是有优先选择权 好吧 对于流浪狗的问题 我们还是保持一贯的理念 就是说 单靠个人去领养 这个作用微乎其微 我希望通过我们拍摄的日常生活 可以给大家传递一些正确的观念 比如说养狗的话 养什么狗必要合适 养狗之前需要考虑什么东西 包括狗狗的行为如何去处理去训导 那这些呢 我们就是我们会通过我们的经验 来帮助大家去解决一些狗狗的行为问题 还有未养问题 好吧 从而降低狗狗的弃养率 我们救助他们几个小狗啊 这个是纯属偶然 并不是我们刻意的去找这些流浪狗去救助 因为流浪狗的数量非常庞大 靠我们自己去救助根本不切合实际 最重要的是什么 是根源没有掐住 就是狗狗的胡乱繁育 还有狗狗的弃养问题 这些才是流浪狗数量增加的根本原因 那到目前为止 他们五个小狗都已经被扔养了 这是个非常值得让人欣慰的事情啊 来自不同国家 不同地区 这些人的理念都是一样 希望他们被占下善待 而我们想要传递的理念就是 人跟狗狗之间一种这种关系 就是完全可以和平共处 而且呢 咱们可以把人与狗之间的关系 要维护得更好一些 通过我们人的努力 肯定是可以做到的 因为狗狗它是非常非常简单一种动物 它们是可殉导的 并不是说这狗天生的就是很顽略 不是这样 这根本原因是人 如果你细心的去发掘 你会发现这些小动物 它们真的非常有灵性 它懂得谁对它好 它也懂得如何去保护自己 但是同时它又不想欺负你 其实狗狗它咬人的前提 大多数就是出于防卫心理 希望大家在看我们的视频的同时 能够认真地反思一下自己所做的行为 你对狗狗的态度 还有你使用的方法是否正确 好了 有什么不懂的在下方留言 就这样 拜拜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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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